两颗相似心灵的相互救赎 只为一起奔赴新的世界 一个深藏内心悄悄等待 一个与我之前冲进房间 没有语言 没有暗号 只有彼此想要厮守的野心 自从认识了艾娜以后 崔花忍不住的敲响她的房门 那个禁忌的爱情禁果 连此刻还没有触碰 有的只是彼此欣赏的 知己相伴 有的只是躁动不安的激烈碰撞 也是在这个特别的下午 崔花第一次勇敢的说出了那份爱 在所爱的她面前 坦言自己的一切 心中不再贫义的崔花 再也没了曾经的模样 仿佛完全忘记了丈夫 忘记了家庭 四下无人之时 电话包的方式 演绎这份禁忌爱情 许久之后 崔花做出了选择 开门就扑了上去 那一刻两人彻底沦陷 只有跟她在一起的时光 崔花才会感受到无尽的留恋 那是丈夫从来都没有带来的 而两人的那份爱 悄悄冲破了一切 本以为这份爱会甜蜜 会永恒 可他们终究迈不过最大的绊脚石 家庭子女以及未来 此后的日子里 每当丈夫想要玩二行小游戏时 他都选择了抗拒 曾经表面问心的夫妻 在此刻彻底分崩离析 丈夫要的是婚姻的 稳定家庭的和谐 闲乎的老婆 而此刻翠花想要的只是爱情 不顾一切的事情以待 没有意思的杂志 只有彼此纯极的爱情 顿纸终归抱不住丽艳 丈夫的这日眼神里 她看出了失望 看出了前所未有的遗憾 但翠花早已离不害艾娜 可这次被翠花丈夫的妹妹看到 瞬间一切崩塌了 当所有的秘密被揭穿 十几年的婚姻遭遇如此的背叛 这个家再也不完整了 丈夫下跪祈求未来 但这次翠花不能再妥协了 翠花做了选择 离开了这个靠伪装 因此的完美家庭 漫长的六个月 艾娜本以为已经放弃了一切 可爱是无法隐藏的 时隔许久的再次相见 坦诚悔过勇敢 交织时光 还好时光未老 还好真爱永存 他们做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